观众朋友早上起来可能还是觉得天气很冷 这个凌晨淡水出现了10点1度 虽然中午过后冷气团要减弱 温度要慢慢回升了 不过这两天温度看来还是很低 天气变化我们就要给气象主播彭之宇 带大家看看外面的状况 好 奶容今天之宇要带大家来采草莓了 因为现在台北市的内湖地区 草莓季正式开跑 从现场您可以看到现场的草莓是都已经红透了 看上去非常的娇艳可口 想必吃下去的口味也相当酸甜了 再回过头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今天凌晨的最低温出现在淡水只有10点1度 感受上真的很冷 但是随着太阳出来之后温度也逐渐往上升 今天的高温大概在15到16度左右 但是要提醒大家 礼拜二礼拜三温度虽然会逐渐再上升 来到了16度感受上比较舒适 但是到了礼拜四礼拜五之后 这个封面还有冷气团会接力来报道 温度又会再往下掉 气温大概在13度左右 跟今天感受上其实还是差不多了 不过但是可以值得庆幸的是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天气会再度回暖 温度会来到15度左右 提醒大家也可以开始规划 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哪里玩了 更详细的天气情况呢 我们晚一点的中式气象台见 现在把现场交还给乃容